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到柔佛三分钟 傍晚好 我是凯如 柔佛疫苗免疫计划JVIP今天开跑了 这项计划开放让有意付费接种冠病疫苗的企业申请 两剂疫苗的费用是350令吉 首阶段将提供2万剂疫苗 柔佛州屋大臣拿都哈斯尼今早为这项计划主持推荐礼后指出 制造、零售和旅游业者也可上网申请 让本地和外籍员工尽快接种疫苗 这项计划是通过现有的柔佛免疫计划JVIP平台运作 全柔共有7家KBJ专科医院被冲作疫苗接种中心 每家医院每日可为500人接种科兴疫苗 州政府日后也可能会采用中国国药疫苗 Sinopharm和康希诺疫苗 Cansino并增加更多疫苗中心 同时开放让民众付费接种 近期内有意回国的师承工作大马人或有好消息 柔佛州屋大臣拿都哈斯尼今天指出 国家安全理事会在最近一次的特别会议中 以原则上同意 让完成接种两剂疫苗者回国时 可从原本的酒店隔离改为之家隔离 这项建议目前只剩下最终的书面通知 相信新政策将在进气内落实 另一方面 随着柔州土团党昨日促请巫统表态 是否继续支持首相的领导 大臣哈斯尼今天也回应了 他说柔州巫统将会按照柔佛宪法和议会常规 在来临的州议会上表达立场 他认为也是土团党干密区州议员的首相 单司令慕尤丁必会出席州议会 以稳住国盟的柔州政权 因此这项课题最适合在州议会上表态 哈斯尼也说 虽然国盟是以微差优势执政柔州 但他并没有被巫统内部或其他阵营施压 并强调柔州朝野的共识 仍是以对抗冠病疫情为主 接下来也是一则与政坛有关的消息 即巫统宣布撤挺国盟和首相单司令慕尤丁 有消息指巫统主席 拿督斯里阿莫扎西已向该党妇女组主席 诺莱尼下最后通牒 要求对方今天就持续高教部长一职 否则将遭到党开除 网媒Malaysia Now引述巫统妇女组消息 指前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长 三苏安努亚已经辞职 诺莱尼却拒绝这么做 引来阿莫扎西的怒火 一边是所爱的党 一边是内阁官职 诺莱尼因此陷入两难 但巫统妇女组预测 诺莱尼或许会遵循阿莫扎西的指示 并预料在今天发表声明 最后一起来看明天的封面专题 虽然政府从本月初起已允许中医师在遵守防疫 SOP下恢复面对面的门诊服务及针灸医疗 但周内的中医工会揭露部分中医诊所至今还在等待国际 贸公布的批准性而无法及时恢复营业 此外部分中医诊所也因当局设下的SOP过于严苛 以及担忧日渐加剧的疫情而选择暂时维持网络看诊服务 根据卫生部与国安会的指南 每次提供治疗后 中医师和相关人员必须更换个人防护装备 受访的中医工会告诉本报记者 这无形中会影响他们的门诊操作也增加开销 因此希望当局能够检讨这项措施 今天的大肉佛三分钟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新周网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